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来说 我之前接触到更多的是影视方面的表演 然后我的实践经历也更多的是偏向影视方面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参加舞台的演出 所以我也学会了很多舞台表演的技巧 比如说多用肢体动作 然后把表情和台词都更加外放 其实对我来说影响挺大的 因为大学四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去饰演一个 和本身的性格差距较大的一个角色 在准备文案工作上就会非常地吃力 但和大家一次一次地彩排 然后我们一次一次地去分析剧本 让我其实还有了蛮多经验 然后也学会了用像李正那样的思维去看待我们周围的生活 表演这个艺术对于我来说 可能会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 能够在校园里面参演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经历对我来说 是对自己青春的一次谢幕 所以我想说一声再见 真正在演完这场戏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 其实我并不只是在演戏 其实更多的是在演一个人的人生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 就是表演应生活 艺术应人生 其实我们本来戏就是人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不断地演戏中 去寻找到更好的自己 来过更好的生活 在塑造莉莉角色之前 也是很难找到这个很准确的人物状态 但是经过了一些表演老师的指导 然后自己也是在多次的排练磨合中 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些 就是可以散发自己光环的一些点 然后慢慢地就是练好了 在排练的初期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每个人去交流沟通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矛盾吧 但是大家的初心始终都是为了这个戏去前进 我认为就是可能当我日后去想起这些画面 这些片段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难忘的 大学四年不只学习了专业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人生的宝贵的社会经历 然后我很感谢柴师 也感谢其他电影学院的老师 给了我们很多帮助 比如说在舞台的布置上啊 排练场地的沟通上面 这些都费了很大的功夫 学校让我接触到了这么多机会 使我的视野更广阔 然后思维方式也变得更加多位化 感谢人好多呀 感谢我的老师 感谢我的组员 如果要挑一个话 我想感谢一直在努力的自己 就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即使过了四年 可能现实了一点吧 也脚踏实地了一点 但是还是这么的喜欢表演